辦婚宴的時候 哪一件事情瞧不好 會讓你醉頭大 A 洗酒作素位置的白髮 B 引起的儀式 來 會讓你頭大的事 A或B 請舉牌 只有宋哥 只有我耶 只有宋哥你覺得 酒席的擺設 因為我個人偏好就是 小巧簡單 最好就是 只有家宴就好了 我那時候有提議 就是可不可以用家宴就好 可是因為我公婆他們沒有辦法 就是答應這件事 是因為他們家裡做生意 又有一些商業上的朋友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應該就是喜氣 大家就是一起來 然後那時候就有喊到什麼 那你女方你這邊 你的朋友有多少人要來 你要多少張桌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 那要不然就十張 可是因為那一天我們 那時候好像是模特兒的 忘記還是什麼的 都已經要出場 我看手機大家都發現 已經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邊工作我們還在試衣服 沒有辦法那麼快到 所以變成我進場的時候 看到這十桌好多都空的 那我就又緊張又覺得說 這樣空著 長輩會覺得說 你人做不滿 喜酒就已經沒再賺錢了 你這樣就等於就是又浪費啦 所以就變成 我每換一套衣服 我就要在後面說 你們到底要來了 可不可以趕快來什麼的 所以關於桌子這件事 我就覺得對我來講壓力很大 你是選B喔 我是選B 因為我公婆不太在乎這個 我公婆說我們兩個 小兩口講好就好 所以呢 那提親對女方家 可能對我爸媽來講 他們就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女兒要嫁給妳 妳要總是有一個正式的跟我講 所以我爸媽一直說 什麼 你們 那你們這樣子就要結了 然後我爸媽就覺得 有點介意 我們就開始動用親朋好友 我就開始在婚禮前 一直接到我的一些阿姨啦 什麼什麼婆 打電話來說 你幹嘛嫁啊 你自己也活得好好的啊 這樣子就把自己嫁出去 那家人又很看重妳嗎 我問妳 Michael有什麼好的 妳現在自己會賺 妳又漂亮 妳一定要嫁給他嗎 他如果沒有表示的話 這樣子妳爸媽妳能看嗎 然後妳爸媽說得過去嗎 我說沒有關係啦 這就我們兩個的事情啦 然後就是 我就自己把這件事情扛下來了 因為我老公那時候我還說 我爸媽會介意 妳爸媽要不要再上來一次 兩家人再來講一次 這個提親的 然後我老公說 那沒有提親 那就 他說那如果你覺得不可以的話 那就再等等嘛 看我爸媽有什麼時間上來 我們提親 我是要親自提了兩隻土雞耶 我都沒有耶 我也沒有提親 拿雞算便宜你啦 古書還拿宴的 大宴啊 對 聘宴 對啊 有啦 還有一定要自己設的宴 自己抓的宴 不一定自己設的 不能用買的是嗎 所以古書有補宴人 專門抓大宴的 所以呢 元朝的那個元昊問 他有一天那時候上京趕考啊 在路上就看到人家那個補了一個宴 結果公的宴已經死了 然後母的宴在旁邊就徘徊 他已經跳脫那個籠子了 但他繼續就在旁邊不願意走這樣子 後來他就一頭撞死 OK 元朝問有一篇專門寫大宴的那個詞 對 所以才會寫說 問世間情為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許 講了就是這對眼 對 OK 大宴呢 這個一旦他的伴侶走了 他是 他是不要獨國的 對 長無情的鳥 對 孤單很久 賀也是這樣 那鴛鴦就無所謂 鴛鴦是一夜情的代表 他每天晚上換人 對 所以才會有一句話叫 至限鴛鴦無限間 對啊 對啊 做鴛鴦嘛對不對 一夜情都不用負責任對不對 怎麼爽 怎麼做 而且他 鴛鴦 他不會腳踏兩隻船了啦 他一夜就幾天一個 也是一種專情 對 也是 就專業啦 萬一堆啦 貝大叔你有去提親過嗎 我沒有提親 我的提親方式才特別 那個就是這個 我們在家裡嘛 那時候我們交往 他說 你到底要不要娶我 好啦 然後結果就有一次那個 他爸爸過來 我就酒過好幾群之後 我都突然說 叔叔 跟你喝酒太開心了 如果你是我的岳父 我會更開心 他就這樣子 喝醉了嘛 好啊 然後我的稱奇說 就這樣子喔 我們也不允許 也不... 那個也沒有聘金 你也不用下樁好不好 好啊 然後那時候我也喝多了嘛 結果那個我老婆在旁邊 我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隔天起床 我才後悔這件事情 對 酒後悟事就是這樣子來的 沒有啦... 那後來呢 真的... 很意外 後來就是 也沒有要去 這個就是只有聖登記嘛 那登記我媽媽說 不然你好壞也去挑個好日子 然後我老婆說 不用啦 我們就挑 520 5月20 520 對... 去 大雄 好啦 那就 不行嘛 挑 聖誕節 諸事不宜 對 後來是她的阿嬤出面說 今天好日子 走 登記 就這樣把這個解決 是阿嬤出面才把這個事情給搞定 對啊 是不是 所以後來 紅包被阿嬤賺走了 哦 公明啦 公明 還記著... 不是 你知道家裡有個長輩 有些時候有個事情 還是有人拍板嘛 對 對不對 對 就是所謂那個 是... 到底哪一件事情 瞧不好會讓人頭大呢 我們看VCR 半婚宴時 哪件事瞧不好 最讓你頭大 A 洗酒桌數 為著白髮 B 迎娶儀式 我就問你正常媽節目 特地與網路KOL 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一單我喜歡是B 我覺得滿麻煩的 因為就是有的比較傳統的部分 可能包括還要去 喝八字 然後算時程 時間這樣之類的 就覺得天啊 我麻煩了 然後還有要準備很多東西 就是可能兩邊的意見也會不一樣 包括要穿的衣服啊 或者是禮服 就是兩邊都要一起去溝通 然後那時候就是覺得很煩 所以後面我們就是也沒有辦婚禮的打算 好 是B 因為我明年要辦婚禮 所以我先跟我的韓國的爸爸媽媽講 台灣的結婚是大概怎樣 可是爸爸媽媽覺得跟韓國差很多 因為台灣是大概要花三四個小時的時間 還有要換很多件的衣服啊 還有其實跟韓國比起來 花大概三四倍的錢 所以覺得他有點不習慣吧 還有有點擔心 如果爸爸媽媽來台灣的話 可能那個台灣的婚禮 可能沒有爸爸媽媽的朋友啊什麼 而且他不會講中文 所以是不是他變成一個娃娃一樣 所以我覺得一個很大的苦惱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8%的KOL投給A 喜酒桌數位置擺法 而有72%的KOL投票給的B 迎娶儀式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跟我們現場的選擇差不多 他們都選迎娶儀式 那選A的不正常 噴 因為A的就沒桌子 人家都沒夠桌了 對 好啦 與對方家庭磨合不來的話 你會選擇怎麼做 A 以和為貴配合對方 B 逃避盡量少接觸 哪一隻以和為貴 哪一隻逃避呢 A或B 請舉牌 你會逃避喔 當然以和為貴這個裝不久啦 那個是沒辦法 就當然就是距離就是美感啊 不是啊 因為妳裝也不像 裝一點裝不久 妳裝不了啦 因為我 跟我們自己家裡就很直嘛 我媽也山東人 我老公那邊講話 我就是跟我公婆溝通不良 我覺得最好就是保持距離 譬如說我跟我爸講說 我爸媽講說 我今天有事 可不可以幫我來接小朋友放學 我就是直接講 那我爸媽可以就是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那如果我找我婆婆 她會怎麼說 我會說媽媽 今天可以幫我接個小孩嗎 臨時有事情 我婆婆會回說 那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啦 我聽不懂耶 她已經講好了 她說 對 許家的人就這麼講 她已經講好了 那為什麼妳要說 既然妳都這麼說了 很多情緒 妳都這麼說了 你幹嘛聽後面的情緒 好 那個就趕快掛電話啦 對 她來不及講後面 我就聽不懂嘛 因為我不希望妳勉強來 到時候又對我又不高興 前幾天也是 要那個請我公婆接小朋友以後 等他們的英文老師 他們因為我女兒的英文老師 要拿那個聖誕禮物給我女兒 希望當面拿給我女兒這樣 可是我公婆她們就是很急著 接到女兒就想要走 我就問我婆婆說 妳可不可以在學校門口等十分鐘 她們的英文老師 馬上要來拿禮物了 等個十分鐘 然後我婆婆 可以跟不可以也不講 也是說 車子這樣子很難停耶 不然阿公下去買個東西啦 好啦 那等阿公回來啦 那我心裡就想說 那到底是車子很難停 到底是能停還是不能停 我就說那所以可以停嗎 有警察在旁邊嗎 現在你們可以停嗎 她就說 是不曉得啦 但阿公現在也不在啦 那就先這樣子啦 那到底是要不要等啦 不是 我覺得很多長輩 都很習慣講話會這樣 就是他們不會講出一個 確定的答案 然後會喜歡先講 因為好像自己這樣很委屈 或是很勉強的感覺 那種妳說聽好 對 有的長輩她不會廢話 她還是講好 可是好前面會多一個字 妳說可不可以幫我解小孩 什麼意思 真的 好 好 好 直好囉 直好個屁啦 直好 老師 我覺得就是保持距離啦 我就後來不溝通了 是請我老公去講啦 OK 我老公再翻譯給我就好了 阿公你老公跟他們講話 也是這種類似的 我老公就是取重點 或是我老公就會直接跟他媽說 等十分鐘喔 老師要來 然後他媽媽講什麼 他就不管他 但是因為那是他媽嘛 我不能向他婆婆講話 對 所以就讓你老公這樣講就好啦 直接order下去啦 所以就是 好有畫面 Keep distance啦 不然我不斷在看你 那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或者他私底下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高興 就是現在 POP就站在這裡 你負責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哈哈哈哈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